看未来的一个月 神明会赐福于我吗 下过雨之后呢 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结果呢 大家嘖嘖称奇 因为旁边出现了一个 形象非常明显的白云 请问那个白云像什么 我们有四个选项 A的选项是菩萨像 B的选项是一条龙 C的选项是一只凤凰 D的选项是一个爱心 直觉来选 憲哥 凤凰 后皇 好 我要选A菩萨 A加一 A加一 变得 轮到我了 天安心讲话 选这个我不大会选 但是Yuki 刚才听她讲 她最近很旺 我又靠旺的这一边 我跟她选一样 来 菩萨像加一 菩萨像加一 我选凤凰 我前天有看到 然后云像凤凰 好 选择A选项呢 现场有Yuki便当 大哥还有 修惠姐 李行老师跟爱菲尔老师 都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赐福的指数是 90分 好 她们知道赐福什么呢 赐福好运化解难关 也就是说 神明会赐福气给你 这个福气是来自于好运 好运是可以帮助你化解种种的难关 如果你现在刚好遇到的一个瓶颈 或是遇到的一个困难 这时候你都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因为这个福气会上来会给你 度过这个难关 而且会增加你的好运气 所以做什么事情呢 只要拥有这个福气 所有的好运啊 所有的贵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帮助着你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B选项 一条龙 可能观众朋友有人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赐福 指数是100分 好 这个是赐福 还有财富 财运亨通 主要是这个福气啊 赐福是关于财运的 会让你在财运上面 不管投资理财 或者是自己的工作政裁 业绩方面都能够财运亨通 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 所以未来一个月好好的把握你的财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C选项 现场有献哥跟笃铃哥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一只凤凰的赐福指数是 60分 他们是 不错了 我整集要看宠福 也不错啦 赐福哪一方面呢 就是健康 元气满满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没有办法像财运这么好 但是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赐福关于健康呢 让你元气满满 可以去赚更多的钱 做更多的事情 也是非常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D选项 一个爱心的 可能观众朋友有人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赐福指数是 80分 好 在哪一方面赐福呢 就是 爱情桃花大开 这个爱情呢 不管是指亲情 爱情 姻缘方面 还有指你的人际关系 桃花运都非常的旺 所以呢 在人际关系上面 就会有贵人相助啦 朋友也可以协助你做任何事情 或是做决策的时候 会有贵人出现 都是很好的 可以帮助到你人际关系上的可谐 可以帮助你的爱情运旺旺 给大家参考 我就要看大家 能不能答应